结扎后可以结扎吗? 修红涛,西北妇女儿童医院,产科,主任医师。 结扎是指的双侧舒暖管的一个结扎。 一般来说用于二胎以后,或者是有些我们在手术过程中遇到的是两次或三次抛红产, 有些孕妇主动要结扎的这些病人。 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是,以前接过结扎手术, 为了要在有二次生育的时候要求复扎的,那我们不叫复扎, 我们叫吻管,是可以做的。 这种手术技巧也不大,手术难度也不高, 但是就是吻了管以后的再次受孕机会并不是说完全是百分之百的, 它受孕机会还是有一定限度的。 还有一种就是结扎以后有些人是疤痕体质, 结扎以后的吻管那个地方会形成一个疤痕, 就特别容易造成一个公外孕。 其他的就是这种结扎手术,目前来说我们做的越来越少, 因为结扎也越来越少了嘛, 但是可以做,每个医院的妇产科大夫基本都能做。 专家提示, 一,结扎后可以复扎,叫做吻管,可以做。 二,吻管后的再次受孕机会并不完全是百分之一百, 有一定限度。 三,疤痕体质的人, 吻管后形成疤痕, 容易造成公外孕。